哇,这么多鱼板呢 花了两天的时间 鲜虾鱼板面里 这枚独一无二的小鱼板 终于被我复刻出来了 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明门卷 搜遍了卷网 也没有找到它的制作方法 所以只能凭着自己的经验来做了 制作鱼迷 我用的是这种没有刺的巴鲨鱼 做鱼板的鱼肉 我们需要打得非常的细腻 然后再磨一些姜汁 给鱼肉去腥 再加入盐和白胡椒来调味 鱼肉想要口感好的话 淀粉一定不要放得太多 想要Q弹就要费点手劲 用筷子朝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打 让鱼肉上劲 还原面里面的鱼板造型 里面是一圈橙色 那么我们需要取出一小部分的鱼米 加入一些南瓜粉 或者其他的色粉调成橙色 现在我们需要准备一张 左寿司的竹帘 面上布一张保鲜膜防粘 然后再将鱼米全部敷在上面 表面刮平整以后 我们再将橘色的鱼米 铺在白色的上面 橘色只需要剥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接下来卷的过程要小心一点 不要将鱼肉都卷散了 卷竹帘的时候 尽量也要注意卷得紧实一些 为防止竹帘被撑开 最好绑上两个棉绳固定一下 水开以后需要蒸上20分钟 你以为这么简单就成功了吗 鱼肉从两边全部都爆出来了 侧面的纹路倒是压出来了 但是颜色全部混到一块去了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于是我还是打算去网上看一下 有没有资料能够帮到我 原来做鱼板 是需要将鱼肉先放在木板上 烤熟或者蒸熟 既然我没有那种木板 那就用烤盘来代替吧 底部一定要布一张光滑 且不粘的油布 蒸的话水分过多 鱼肉容易不紧实 所以我就用烤的方法 果然烤出来的效果QQ弹弹 比蒸的要更加的紧实 面上我们继续布上一层 薄薄的橙色鱼米 再小心地将它卷起 卷的时候要注意 稍微卷得紧一些 吸取之前失败的教训 为防止两头爆开 这一次我用棉线全部都扎紧了 因为白色的鱼米是提前烤熟的 想要做出外圈的齿轮造型 那么这一次的竹帘就需要压得更紧 蒸的话 看来还是冷水上锅比较好 这一次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哇 这个齿轮造型压得太成功了 而且蒸出来的肉质也非常的紧实 切的时候 我们最好等到放凉了再来切 怎么样 做的还算成功吧 关键是自己做的非常的健康 吃起来除了鲜味 没有任何的鱼腥味 我家孩子说 比买的还要好吃 想实现鱼板自由的 赶紧动手 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